您说是您刚到 然后说那个就是登机啊 来回退票几次 7号今天啊 这个这个去哪儿 那个网啊 才给我发了信息 就是我7号那个 机票退票的程序 已经办好了 办好了 就是叫我注意接受退款 就是现在这个退款程序 才走过来 还是机场 郑州机场 给他这个航空公司打的电话 说不怪人家本人 是怪你们卖票的没通知 他就没过发短信 短信就是一次核酸 就到机场是两次48小时核酸 做的比较正气 那到三亚这边都没什么事了吗 三亚到机场还在做核酸呢 到机场了还要做核酸 还要做一次核酸 而且你 他从新政机场上飞机 那两次核酸那个报告 他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是挺严 您起飞是从 新政机场 从新政机场 那过来的时候是 河南是有病例吗 还是说怎么 郑州啊 它是就那个形阳 形阳有病例 形阳这个小学 它是这个高风险地区 中风险地区 但是他那个通知上写的就是 就是你从医区过来来自进行 但是实际上到机场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他都在 他说这不是我们的行为 这是三亚市政府的行为 就是要求比较严格 两次48小时 而且这个时间前接呢 你第一次那个核酸 下结论那个时间 你说你登机那个机票的时间 不能超过 不能超过 超过一个小时都不行 那这个时间 时间点卡的很 可能来的比较困难一些 那您这个来来回回说 是退票订票 这个弄了几次啊 弄了两次 弄了两次 我一家赔进去了 是五百多块钱 哦五百多块钱 那当然呢 他这个山亚 他这个把的盐也好 因为别管他 他现在目前 他在这还是偏净厨 他也不愿意外来人 对对 海南岛呢 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在这边待着嘛 就是从说疫情开始 因为是19年年底嘛 对吧 然后20年 其实从20年的4月 4月份的时候 海南岛就是说 慢慢的病例啊 就是说确诊病例都这个 这个治愈出院之后 都一直是没有再出现过 对对 都清零的状态 他这个也理解 他这个也理解 但是就是问题 就是你在通告 对对 在及时的通知大家 怎么去做 说说他为什么 最后这个 人家简单上来 给他航空公司打电话 说 你这不能怪你旅客 不能怪你 我把手机拿给他了 他看过来了 他就没有给我短信 说最后他说 那 好好好 我们上报上报 就全额 对 就说 我们才发来 那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 还是说 这个到达了 这个海南 到达了三亚 然后我又回开了 我从郑州又回开了 又回去 又回去 因为是我 我闺女要送我 说不两张票 另外我闺女 原计划 就是送到这儿以后 第二天 他买了亡产机票 说那个机票 又不是在那个公司买的 说那个来 人家说 那不行 要扣除这个推票费 扣除多少次 他是买的时候 六百多 只推了四百多 那扣掉两百多块钱呢 三四百 三四百 就推了一百两个月 说那个巡视大 那您是这次到这儿来 飞过来是从 飞过来的 飞过来是从哪个机场 是新政还是开房 还是新 开房美机场 还是新政 推了到新政 说又回去 又掐出了时间 连续做了两次 四十八小时的核酸 然后我才登机 我十一号登机过来 这个反正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挺坎坷 是吧 我不是让一下飞机 我给这个回来 我给养电人 九九八十一难 九九八十一难 就算来了 那在这 这个这几天啊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 这个温度 舒适度上怎么样 可以 可以是吧 我怕热 您怕热 现在的一早一晚是比较凉一点 白天的话中午可能温度还是偏高 但是跟夏天比 现在的这个温度已经是非常舒服了 对 您那个往年有到这边来过吗 叔叔 我来这儿时间很短 我来就是来三亚已经幸福了 包括到海口 包括到这儿 来了第四次 那都是玩的 最多住上一个多礼拜 都是没有这个常住去旅居过 对对对 那这个来到他这个店的话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其他店您有去过看吗 没有 就是 我到四点了 到四点了 咱们俩是电话联系的 可能也忘了 那时候我 咱们俩电话上联系了几次 两个两次 那时候你说这个 就那个新村呢 是新村 对对 新村 就是它的一店和四店都在这 对 你说新村的塔里面的设备 还都没归位 对 它十月份才把它全部弄好 这个价格呢 也没定 说就等 我就等 等等后来一直 我也没给你打电话 所以我说等等 后来 我十月份想来 我就通过他那个 营销那个部门 一问他 他告诉我以后 我就直接到四点了 到四点去 到四点去 你就是说 意思说住在这个店之前 已经来过这边考察看过了 对对 我从海口下了飞机 然后沿上那个 是东海岸的 东海线的 西海线的 西海岸的 海口下飞机 一般上来讲 到三亚的话 就走东边 东线 我第一站是到了那个 琼海 琼海 是万宁 琼海过来是万宁 琼海过来是万宁 我到兴隆吧 兴隆 万宁的兴隆 万宁我到兴隆 说走错了 这会去游泳 然后又到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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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海 也就是说您是提前到这边考察了解过很多地方 对对对 最后选中了这 对 那您怎么说呢 说说 分享一下说您选这儿的这个这个 呃 理由吧 咱就说 你考察了也不少地方说为啥就选择选择这了 是吧 这个 您看那个 行动那边 它也是一个 呃 酒店 换了这个场面 啊 嗯 说是还比较老旧 比较 就是这个 时间比较久啊 对对 啊 另外 它那个场地的空间的比较小 啊 场地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 嗯 嗯 房子的设施 我也没有 啊 就是说 这些方面呢 对于您来讲 就是说不太适合 是吧 不适合 另外我用价格来 价格 才有不便宜 啊 我就抱单间的话 也就是 四四五千块钱 啊 琼海 啊 到琼海 琼海到那个 观塘 啊 到观塘 到观塘 你也报道过 啊 前些天我在那边 你也报道过 说我还看呢 它那个大的环境很好 啊 就是上天 吃饭的时候 我跟你说的 啊 它很多设备 很多设施 不是它抗养 啊 而是人家小区 对 就是它是依托小区的 这种来建的嘛 对 我问他来 我说那你比较说 这些呃 断念鱼 有的场合 它不开放怎么办 游泳 这个呃 这个温泉 它不开放怎么办 啊 他说那也没 他是 我去的时候 他这个温泉啊 那些跟那个泳池啊 还没有开始 啊 因为温泉的话 可能相对说呃 比较天比较凉点的时候 泡温泉是比较舒服的啊 他可能说这个月份到时候 他要开的话 我再过去还得拍 让大家说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条件能够泡温泉 其实您刚才说兴隆的话 那也有温泉的 也有温泉的 那个 他那个游泳池也在院里的 比这个还小 另外他那有两个温泉池 他也说都没 都没放 都没开放 都没开放 他温泉不到时间 开放的时间 现在不到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就是现在咱在的是三店嘛 三店呢 就是在四个店当中 规格是最高的 然后他的房间宽敞程度啊 也是比较大 因为他之前的这个房啊 这个楼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那种 旅店宾馆的那个房间 哎 格局 所以他拿来做这个 整好是这个能够匹配 哎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 呃 你想给您也聊了那么多了 是不是 这个 其实我想说啥呢 就是呃 哪个地方啊 就是说 他的条件不同 价位也有差异 哎 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你说那 我想选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适合我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呃 咱经常讲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是吧 哎 你这个呃 大家都选择一样的地方 那也不太现实 哈哈 你说那句话是对我最有提法了 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又想吃好 又想休息好玩好吃 这样啊 那你多花费 不可能的 对对对 你那句话是很实的 说实在很实的 说我已经看过 跟他们一起打 这个吕波那个 就他们搞的 我为啥不给他们 我就觉得你 十字三万 是什么就是什么 大老实话 你又想享受 又想吃得好 又想玩得好 你又不想抛钱 对还不想花钱 那不行啊 你想花这 一两千块钱光强 那是这不可能的事儿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佩服你这 就是我一直说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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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相信欢的了 一个我们是老乡 再一个我发现了 我说他推荐的是什么 他实事求是 嗯 不夸张 他并不是说 想推荐你这个 你这无限制给你夸张 没有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 说我叹的 这个王冯还不错 但是我没想到 我一来 这个羊店长又过来 对 调任了 调任了 我跟他前的合同的时候 他原来是那个男店长 对对对 是孟店长 孟店长 对 对 对 还不错 哈哈哈哈 您叔叔给您问一下 您今年这个 这个多大年龄 我八十了 八十了 哇那那这得 那按照这个辈 这个这个年龄 得叫您爷爷了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那叔叔就叔叔了 对对对 您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你退休之前 是做什么工作 我原本我是 在部队 我在部队 在这个这个 搞飞行的 我是 部队上飞行的 我是飞行学院的 第十二飞行学院 在山西 后来我转业以后 转到河南大学 哦 到这个这个去 是任教吗 还是 不是 我有专业就不对头 专业不是对头 我自己能做行政工作 啊 做过历史系的 这个这个 原来教系嘛 啊 系行政服务任 哦 投留到主务处 当呃 处长 啊 哈哈哈哈 然后存行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您您老家就是河南 是吗 啊 老家河南开房 哈哈哈哈 反正是在这儿 在这准备住多久 叔叔 啊 住半年 您您是自己一个过来 我一个人 哦 因为我老伴去世了 啊 我现在我的思想一直还在那里没有解脱出来 哦 用上我们俩整整结婚50年了 哦 50年了 哎 我我下面有三个孩子 一个男孩两个女孩 嗯 他们都成家立业了 也都那了 嗯 我的孙子上在北京外国学院 啊 我那外孙女在下面那里 哎 说了 说我一直出不了这个圈 嗯嗯 就是比较心情啊 比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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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究竟我们俩结婚50年了 对 对 所以我说出来 换换环境 换换心情 啊 反正是怎么说呢 叔叔 在这儿呢 呃 气候条件啊 环境啊 对 呃 适应 然后就在那边 呃 常住 一下 然后就像您说的 换换环境 换换心情 哎 让自己呢 就是调节调节 呃 您在这儿住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 说五六个月是吧 然后呢 我呢 是常住在这边 对 呃 在您住这期间呢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能够给您提供帮助 帮忙的 哎 您随时跟我说 好 好 叔叔 啊 非常感谢给您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呃 聊天 然后您的这个分享 非常感谢 其实 说实话 我为什么说想要跟 在过来住的叔叔阿姨们 去聊一下呢 因为呃 光凭我来 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说怎么样 好或者是不好 怎么的 这个可能说是还不够到位 哎 让大家呢 去就是说在这儿住的叔叔阿姨们 他们去谈一下这个感受 可能更有说服力 对 所以呢 我说 想着说给您聊一聊 我希望就是 相信凡子 啊 谢谢 谢谢叔叔 好来 谢谢 谢谢叔叔 嗯 嗯